请问一下您一天是怎么安排您的时间 你可以同时一举多得 好的好的 我上次或许把我平常一天的 然后以前 另外还有一个概念以后我们再会讲的 就是不是去平衡 而是有一个节奏 我的生活很有节奏的 我们下面好几堂都会谈到 什么是节奏 怎么去安排你的时间 让你做时间的主人 而不是让时间来做掌控我们 让我们做了时间的努力 跟着时间问题去跑 而是怎么去主动的积极的 Be proactive 就是七个习惯的第一个习惯 所以我是很有节奏的 每天早上呢 我就没有像有一些很熟灵的长辈 五点钟就起来去 灵修一个小时 我没有 我每天早上起来呢 就听神的话语 然后我常常会有神的仆人 像 Rick Warren Greg Laurie 就是一些很喜欢听他的讲道的 我都会放着在听 然后呢 我早上起来 就会预备我们今天要吃 然后下一次也会跟大家介绍 有一个smoothie 有很多很精彩的superfood 一起的 然后就先把事情弄好 就是说 keep the main thing the main thing 有听神的话语 属灵的喂养 然后呢 吃健康的食物 什么是健康的 那以后会介绍 的时候去做 然后在当中呢 会有空档跟先生聊天啊 然后要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关系啊 然后我们常常讲到沟通的技巧里面 然后我也常提到 我以前工作很忙碌 根本跟孩子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重点不是要多少的时间 当然如果越多时间越好 非常好的精心的时刻 爱的无种语言之一 可是因为我上班 所以我回来的时间 然后有吃完晚餐啊 跟孩子有什么功课各方面 时间就很少了 重点不一定说非常长的时间 像耶稣就33年 重点是我知道我的目标 然后怎么去处理 跟他们的关系怎么互动 所以呢 我整天里面就是忙碌 中间有空档 然后跟我先生互动的时候呢 都很珍惜 要正面的互动沟通 建立关系 然后就有中餐啊 有晚餐啊 然后有很多的讲座跟课程啊 然后晚上呢 就是我一个不好的习惯 我要继续学习的 就太晚睡了 因为很多事情要继续要去做 所以这个是 我一天里面呢 就是重要的知道 节奏就是重要 而不紧急的事情先做 包括我的灵魂体的照顾 听神的话语 跟先生每天一起读圣经 跟孩子分享 然后我的所吃的 要健康的 我的心情是要正面的 有学习上课的 然后我们以后都会讲到的 这样呢 不是说排到满满 忙碌的非常累 而是在服饰当中 在生活的各方面 有一个life giving energy giving 你所做的 是投资生命就觉得很有喜乐 越做越有能力的 这个是很奇妙的 然后在当中呢 有空档 要很特意 像我礼拜四 就把所有的聚会都安排 不是在礼拜四 这样我跟先生 就去一个national park 在附近的 很美丽的一个地方 能够有机会去休息 跟享受神的创造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 有清楚你的节奏 哪一些 像我每天呢 都会有走一万步的 无论在外面 还是在户内 都有一万步的 这个都是我们以后的 课程里面会讲 所以按照你认为 重要 不一定是紧急的事情 去加入在你的时间表里面 很特意的 intentional去安排 这样就变成一个节奏 就是你的健康习惯 重要 而不紧急的时候 每天像刷牙的 都去坚持去做 这样其他要做的呢 就会慢慢的安排在里面